好我们再看到有一名男子在去年2月呢 在赖群组开了一个玩笑 po文说中疫情了 逗号我 那遭到群组人士呢截图后检举 那事后警方认定该名男子散布了 疫情假消息并且依违反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 送办但台北地检署呢 考量他认罪且没有前科 因此给予一年的还期术处分 并且支付公库5000元 好我们再看到 新格魁啊 陈建仁今天走马上任 出身公卫专家的他呢 传出下午将前往指挥中心视察 外界就推测有很大的机会 将公布口罩松绑相关事宜 渴望开放室内脱口罩 那在此之前 疫情中心指挥官王碧胜昨天就表示了 口罩的第二阶段开放呢 确诊者隔离政策降维第四类传染病 等五大措施会在近日会公布相关的配套 不过春节过后呢 本土疫情上升 昨日新增了两万两千一百三十八例 本土的个案相较上周的病例呈现 翻倍的情况哦 再来我们看到 针对外界担忧啊 春节假期呢 大陆的春运人潮增加 可能会进一步导致疫情传播 对此大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30号举行了记者会 春节期间大陆防疫的平稳有序 整体的疫情已经进入了低流行水平 春节期间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相关部门 持续做好服务保障 广大医务人员和各行业工作者 坚守岗位 防控工作 平稳有序 以内移管措施 落地建教 目前全国整体疫情 已进入低流行水平 各地疫情保持稳步下降态势 注意天气也要注意病毒哦 虽然防疫的措施 现在逐渐的松绑 许久没有流行的肠病毒呢 现在正在悄悄上升 最新的状况 我们连线给记者陈嘉伦 谢谢主播各位观众 本土疫情在过年期间呢 确诊人数是逐渐的 又在攀升了 而同时呢 这个肠病毒的疫情呢 也出现了这个上升的迹象 而这个专家就指出说 由于国内呢 这两三年啊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呢 五岁以下的幼童呢 其实都还未曾感染过肠病毒 所以万一一旦感染了 这个肠病毒呢 小朋友呢 可能是首当其冲 我们来听一段 稍早医师访问 今年的肠病毒疫情 就是从开始 慢慢逐渐解封之后 其实个案数就开始慢慢增加 然后到差不多年前的时候 其实达到一个高峰啦 然后因为大部分医疗医院所 其实都休整 我们不晓得在过年当中 其实病人多不多 但是我们估计可能在年后 可能又会在这些病人的数 可能还是会越来越多 市内开放都是可以拿下口罩的话 你会考虑拿下来吗 我不会 我还会继续戴 怎么说 现在疫情还蛮严重的 没有都没有降下的趋势 可以听到呢 不少民众表示说 未来室内空间呢 可以有望全面松绑口罩 不过呢 还是不敢太快的拿下来 就怕呢 还是有这个感染的风险 另外呢 专家也建议说民众的新冠疫苗 未来最好间隔半年或一年呢 就可以接种一次来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以上是记者掌握最新情形 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 开工了 但是现在疫情也出现问题了 现在全球都在关注新型的变种 CH.1.1 希腊语称为双头犬的魔王株 这款全新变种病毒呢 不仅逃脱性很强 甚至还有致死率最高的Delta突变特征 可能让病征变得更严重 指挥中心也意外爆出 台湾竟然已经验出 11例的CH.1.1 幸好都是轻症 另外指挥官王毕胜也表示了 第二阶段的室内口罩松绑 相关政策将在本周公布 五大的防疫措施松绑呢 也都正在讨论当中 放完十天连假疫情也炸锅 本土确诊新增22138例 较上周同日大幅增加110.8% 而且最新国内疫情出现变化 BA.2.75占53% 首次过半正式取代原本的BA.5 成为主流病毒株 更令人忧心的是新变种CH.1.1的发展 它是属于Omicronia变种 澳洲病毒专家命名Orphys 是希腊神话中双头犬的意思 因为它比XBB.1.5更有逃脱性 而且和Delta有相同的突变特征 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病症 宛如会两头攻击 有专家认定是魔王株 其实国内在去年11月就侦测到CH.1.1 累计共有11例 所见目前均为轻症 从澳洲牛现在流行看起来 并没有所有明确增加 这个住院率或重症率的情形 所以我们还是会持续的监测 大家关注的春节后的防疫规定 是否将松绑或是拖延 指会官网必胜 透露边境防疫措施 以及第二阶段室内口罩松绑 将会优先进行 另外三项确诊者隔离政策 通报定义是否降累 都在讨论中 考量的还是国内外疫情的发展 WHO它有相关政策的这个变化 最快这周就可能公布口罩 解禁新政策 但也有专家认为 又有新的变异株 呼吁中央还是要谨慎一点 放松一点点 可是不要全部放掉 然后再等个两三个月看看 专家认为感控管制措施 应该是疫情变化 适时紧缩才行 记者林正坚 杨宗燕 台北报道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这是上我们的快点购